中超第29轮 上海海港对阵山东泰山 在打平就可以提前夺冠的情况下 上海海港在第16分钟取得了进球 奥斯卡挑传侧动 张林鹏横传 吕文君包抄破门 海港1比0领先 在大好局势下 比赛在上半场最后阶段风云突变 双方爆发严重冲突 冲突一时 主才就将击打无垒的莫伊赛斯直红伐下 动手的吕文君也两黄变一红被伐下 之后视频回放显示 蔡惠康脑子发热 在冲突中有一个锁猴莫伊赛斯的动作 因此也被红牌罚下 海港主帅哈维尔因对主才两红判罚不满 冲入球场内抗议 招致主才的第三张红牌 海港短短四分钟内三人被罚下 泰山也有一人被罚下 比赛变成了九打十 下半场 冲突继续 李帅暴力飞铲费难多吃到黄牌 后者随即报复动作顶李帅 吃到红牌后 双方都只剩下九人 最终 海港自然捕失阶段丢掉一球 但依然依靠平局 时隔五年后再次拿下中超冠军 请不吝点赞 启噪! 启噪! Lebens味道士的讨 Sultan